杨阳 展新月 唯一的遗憾是 爸爸从生意失败后 身体就不太好了 不过你放心 我有把他照顾得很好的 和你一样 我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 但我终归只是一个普通人 还是走进了平凡的生活 希望现在依然意气风发 要耳力的你 能一直闪闪发亮 谢谢你当初告诉全世界 许易是个好孩子 虽然中间有些 不太美好的插曲 但好在 我最终还是朝着 好孩子的路走去 耳力之年 愿你可以跟 更多更好的角色交流 去深入地了解他们 然后展现我们 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正能量 最后 祝你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顺益 好孩子 许易 杨阳 谢谢你带我去过 那不错的天 很蓝 张气凌 杨阳 崭新月 认识六年以来 你从没有让我失望过 男人 就是要有担当 有责任 有骨气 喜欢 就去争取 想要 就去努力 人生不该在 悔恨中度过 这个世界 不相信眼泪 只相信胜负 你必须不断地努力 用接下来的 每一次获胜 让任何人 都无法再忽视你的存在 没有人生来就是主角 但你的强大 会让你变成主角 最后 成为一辈子的主角 我这里一切都好 身体已经完全恢复 无必挂念 师弟师妹们 都有在好好训练 不听话的 依旧是五百个挖条 没有问题 最后 祝一切顺利 生日快乐 松百道观 若白 小羊兄弟 见字如面 苗小 上次同你一起过生日 还是四年前 如今 你已是儿立之年了 这四年间 看着你越发沉着 坚定 那些磕碰 和摔打 都没有让你倒下 反而 换为你奋勇向前的动力 火星胜味 还记得 我曾与你说过的话吗 遭遇口难 还能傲骨而立 这就是大英雄 一往无前的你 风光继月的你 担当 若遇苦难 记得来找我 护天下苍生 乃无等使命 何谓天下 所望之处 万家灯火通明 既是天下 何谓苍生 天空之下 有你 有我 有故事 既是苍生 最后 住三十岁的你 仍有超过常人的坚持 与坚定 仍然向着梦想前进 祝生成快乐 山高水长 清阳 灵动 杨阳哥 最近过得好吗 你的生日就要来了 很可惜 我无法亲自到场 给你送上祝福了 因为有些事 必须去做 我得为立志 准备结婚五周年的惊喜 你知道的 之前的我 只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发明家 但是现在 我是一个 有理想的电器小老板 我可是要一直给梦枝最好的生活的 虽然不能到场 但是我也为你特别设计了一款导航仪 我可是一个发明家哦 你说过 你喜欢吃好吃的 所以 我会在这个导航仪里 一直陪着你 给你爱里好吃的饭馆 探索宇宙真理 已经很累了 我没有时间说假话 因此 我想对你说 这里是个温暖的地方 所以 你是太阳 只要太阳照常升起 你就会一直给大家带来温暖 生日快乐 毛十八 鱼到尘 杨兄 展信月 近来如何 听说你生日快到了 可惜 我有任务在身 不能当面送上祝福 怀念 和你辗转四国 因间作战的日子 树屋 上站 人工呼吸 和黄金车 各种回忆 真是刺激凉望 不知 你当时受的伤 现在痊愈了没有 后得手信 忠诚敬之 知足 知不足 有为 有不为 你和我 都一贯如此 未来共鸣 祝 生日快乐 平安 顺利 等我凯旋 一定在聚 新学了一个魔术 到时候 便给你看 齐先锋 雷震宇 杨阳 崭新月 近日北京 天气渐冷 两雨之秋 秋天到了 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就是在秋天 一别 一十五年 近来好吗 伯父伯母最近身体怎么样 前阵子听到你受伤了 现在是不是已经养好了 要多注意身体 如今你仍然在为自己的梦想 努力前进 且越来越好 我很开心 当然 我也一切都好 这一科技 也有了更多的业务 一片真真向荣 有家有业 不用过于挂念我 过几日就是你的生日了 一来能是祝你生日快乐 其次 想问你三世而立了 工作都好 那陈佳的计划 会不会提上日程 五年 愿心涂颓彩 能与你早日再见 只一科技 小奈 老杨 崭新家 今天会收到很多祝福吧 老杨 惊喜什么的 可真的有点难到我了 那我也就 胡说垃圾的话了 开门见山吧 老杨 生日快乐 有时间的话 也多多上线 关爱一下 本空吵年轻人吧 你的鹦鹉 都等得击灰咯 我又没有和你说过 你在荣耀上 真的挺有天分的 如果考虑转行 兄弟烧你一身 也未尝不可 开玩笑的 能看到你一直如此热爱你的职业 在你的领域全力输出 比我最初遇到你的那会儿 豁然自在了不少 我很高兴 说起来怪好笑的 新兴的大家 后来问我 你怎么不来刷本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向他们警示 真行啊你 马甲穿的比我还严实 当然 他们都知道 你的生日 他们的祝福 我也一并带到 另外 叶秋也 提前说好 下次见面的话 绝对不喝酒了 一次性照顾两个人 真的挺费劲的 最后的最后 今晚 记得来神之领域 有野兔boss 星星 夜休 羊羊 崭新月 月前我已回到上海 一直忙于处理 搜寻号相关事宜 而未能与你见面 但是我已看到 你的星座顺利收换 希望我的祝贺 不会来得太晚 想必你也看到了 搜寻号发射成功的消息 国家几十亿的同意 上万人十年的青春 总算没有辜负 大家的期望 近日 我也终于能安稳 睡个好觉 虽然你我 并非同意好业 但我想 在对梦想的坚持 你我是一样的 这两年 你比从前走得慢了许多 在聊天中 你也时常说起沉淀一次 不瞒你说 我也曾经历过一段焦虑时光 在航天领域 我们和世界最顶尖的水平 还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何用较短的时间 去弥补三四十年的差距 火气怕太快 又怕太慢 看你逐渐慢下来时 我也在思索 快与慢的界定 远不在外界如何评价 而在于遵循最合适的发展节奏 这一点 相信你也深有体悟 搜神号 虽已顺利发射 但也将面临更多的考验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你我大概都是一样 也许我们能做的 就是走稳脚下的每一步路 为更远的将来 竭尽所能 对了 差点忘了此信的目的 我明日将前往西北出差 尚未确定 是否能在你生日前 赶回上海 只能先以此信 预祝你生日快乐 一切顺利 希望你我将来 能继续砥砺同行 一五八索 于途 苗同志 展信乐 见字如面 既已书信报平安 也为你 送去生日祝福 你知道 我向来刚强坚毅 不擅长 倾诉心感 心中虽有无数的话想说 学义时 无从下笔 最近还好吗 深秋将至 天气卷凉 一来 要注意保暖 二来 要多加预防咳嗽 我一切都好 自十八岁离家 已经习惯部队生活 不必为我 过多挂心 就是不知道 与你 再见面 是什么时候 你我都曾选择 一身迷彩 远离家乡 投身军营 成为一名军人 肩负 保卫国家 的使命和责任 但一日为兵 终身为武 一招穿戎装 终身献国防 我相信你 也和我一样 始终因为自己是一名军人 而自豪 在部队的这些年 我学到很多东西 也找到了 自己的价值所在 期间 还被分配到 特战中队推示班 等下次见面 你一定要尝尝 我最拿手的 洋葱炒肉片 还有五分钟 网点名 就先写到这吧 杨阳 祝你三十而立 生日快乐 也祝家人身体健康 烟破月 杨兄崭新月 许久未见 别来无恙 近来九重天上是忙 许久未曾联络 听闻你深沉将至 若我记得不错 今年 该是杨兄儿立之年 儿立深沉之际 对未来 可有什么期许 凡间传说 深沉之时 等峻集山顶 放孔明灯许愿 最为灵验 孔明灯已备好 杨兄若得闲暇 不妨来俊极山一事 多年前 信时杨兄于九重天宫 俊极山上 东黄中堂 不回与君相逢一场 深沉快乐 愿君长安 九重天 夜华 杨公子 斩信约 一日不见 如三秋夕 闻君深沉将至 夕 亲物抛除 设宴于兰西宫 只待 君过府一叙 不醉不归 于君 横殿共度之日 滋意悠险 自是不忘 政坛贵决 江湖险落 深处其中 须日日谨慎 互不为余 信而 得君相伴 君 温良纯善 臣治从容 恰如 朗月入怀 清风拂面 悉 圣真贵之 愿君身常见 万事顺遂 常得使命眷顾 顺送求安 雍州 风南西